我喜欢我哥 但我哥不知道 我会偷偷摸摸地从他的衣柜里拿隐私衣物 然后再干一些坏事 然而就在知道我不是贺家的亲生孩子以后 我第一件事就是端着一杯泡腾水去了我哥房间 他全然不知地喝下 解下两颗衬衫扣子 我房间空调是不是坏了 怎么这么热 我蹲在他身前 解开他的裤帘 不是空调坏了 是要笑发作了 亲爱的哥哥 地内鉴定结果出来的时候 我只看了两秒 然后就面无表情地撕掉了 没有任何人能看出我脸上的波澜 小唐从副驾回过头来 笑着说 少爷 我就说您是多想了 您怎么可能不是老爷夫人的亲生孩子呢 我弯了弯嘴角 看起来心情很好 谁也不会觉得那时 跟养了自己二十几年的父母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反应 我并不觉得难过 反而兴奋到了极点 不是亲生的 那意思是我能睡我哥了 我泡了一杯泡腾水去了贺清安房间 橘子味 他会喜欢的 直接推门进去他的目光 从电脑上移开有些无奈 怎么老是不敲门 我弯了弯嘴角 将水放在我哥桌上 来给哥哥送水 他看了一眼 其实并没有很口渴 但是哥哥一直很好从不扫我的心 接过来喝了很大一口 谢谢 早点去休息 明天早上有个会 你别迟到 好 但我靠在他桌边没走 只是静静看着他 哥哥一直很好看 温和稳重中带着非常成熟的男人饭 绝对不容亲饭的高贵 他任由我看了他一会 没着急赶我 从小到大我们都是无以伦比的亲密 我在哥哥的壁弯中长大 我是他放在心口上的宝物 没多久 他打字的手停了下来 皱着眉头解开了两粒衬衫折扣 有些奇怪的看了一眼 中央空调的出风口 我房间空调是不是坏了 怎么忽然这么热 我俯身凑向他克制着自己 没有立刻吻上去 不是空调坏了 是春药的静上来了 哥哥 他眼神中一闪而过的亚异 别开这种玩笑 你快去睡觉吧 指尖落在了他的脸颊上 有些痴迷地往下滑去 克青安的脸上泛起一丝潮红 但凛冽起来的神情 显得更加严肃 他伸手抓住我的手 别闹了 哥哥 我没有闹 你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情欲翻滚 温身燥热的感觉 男人再清楚不过 他想推开我 却发现手上没什么力气 整个人身体都变得绵软起来 你要干什么 这样任我踩鞋的样子 可真好真是诱人极了 我终于如愿吻上了那张 我一向只敢偷偷亲吻的唇 他眼睛猛然瞪大了 快得像打鼓的心跳 从我们向贴的胸膛传来 固分彼此 贺洛欣 他愤怒的吼我 却被我抓住了机会 舌尖滑进唇缝 勾着他的舌亲吻 贺清安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因为愤怒 因为情欲 因为震惊 你这个畜生 我的吻一路向下 骂我吧 哥 随便你怎么骂 只要你现在是我的 他的身体软得没有一丝力气 连伤我的巴掌都不通不痒 我被他打了一巴掌 更加兴奋起来 伸手解开了他的酷链 修长的指尖穿进我的发丝 他抓着我的头发湿润的磨微微睁开 不知道是想拒绝还是要更多 我满足地看着他泛红的身躯 将他压在床上的那一刻 向来情绪从不外露的 哥哥眼神里闪过一丝恐惧 他有些慌乱地说 你现在停下 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将他热得发烫的手 拉到自己身前 带着他的手抚摸过我的身体 俯身吻他耳廓 你觉得我现在还能停下吗 他咬牙偏过头 贺洛欣 别让我恨你 一句话让我愣了一下 真是很有分量的威胁 恨我妈 恨我也好 总比有一天我离开了贺家后 他彻底忘了我要好 我掐住了他的脚踝 看他在我身下发出一声难以克制的痛叫 立刻用蚊堵住了他的唇 哥哥 你好淫荡 我喜欢你的声音 但要小声一点 爸妈还在睡觉呢 贺清安将头埋进了被子里 落下一滴泪来 也许是因为痛楚 也许是因为欢愉 我是被人一把推醒的 贺清安的眼尾 烧得通红眼睛里滔天的怒火 那神情凶狠的像被逼入绝境的猛兽 他一把掐住我的脖梗 你他妈竟然敢 我看着他无所忽计 我想了这么多年的事情 我当然敢 他举起拳头眼看就要落下 我只是弯了弯眼睛 没眼带笑的准备迎接哥哥给我的痛楚 但他的拳头却在距离我脸颊毫离之处停住 对着我这张脸 他下不了手 他爱我 无论是什么样的爱 那也是爱 我会说话以后叫的第一个人就是哥哥 我从小就是在哥哥的怀抱里入睡的 我追随他如同他的影子 我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他 他的肩膀有些无力的垂下 不解的问我 为什么 我伸手拉过他的手放在嘴边亲吻 因为我爱你 发了疯的爱你 我第一次梦遇就是梦到你 你每一次喝醉 我都会留在你身边照顾你 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我才可以偷偷亲你 我喜欢跟你一起洗澡 别说了 他呵斥着打断我眼神满是慌乱 我们是亲兄弟 我是你亲哥哥 那又怎么样 他猛然甩开我的手下的床 恶心 他这么说我哈哈大笑 压下心头那一点酸涩 我不准备告诉他事实 我要他即便认为我们是亲兄弟也爱上我 即便觉得恶心也跟我在一起 我要他违背世俗违背道德来爱我 我要他跟我一样疯狂热烈 我才觉得足够 贺清安这么多年第一次搬出去住 我知道他在躲着我 看着餐桌对面空荡荡的位置 心里莫名有点冷 他不在的第23天我很想他 像小狗想念他的主人 好在今天有个会 我是分公司负责人要去总公司开会 贺清安从不会因为私事耽误公事 他坐在会议室的主位上 我坐在他旁边 目光紧紧盯着他的脸 想将这么久没看到的人 一次性看得够本 他没有看我一眼少有的冷淡 我伸出脚勾住他的脚踝 他脸上一闪而过的呆滞 再下一秒又立刻回神 警告地瞟了我一眼 我的心跳立刻加快起来 默默在心里笑了笑 他可以恨我但不可以不理我 他听完分公司讲完的方案 思索了一会 你们把价格压得太低了 即兴他们公司资金链出了很大的问题 那块地压在他们手里 他们根本没法开发 银行那里我已经问过了 之前他们借款三个亿需要有担保公司 都没人肯为他们担保 这个时候不趁火打劫要等什么时候 在做生意上 我跟贺清安一向有分歧 他是个如商即便利益当前 他也尽可能的体面 他的宗旨是 求利但不贪利 我不一样 我知道很多人背地里说我是个唯利是图的疯狗 英招很招我用起来相当顺手 求财嘛 谁要脸皮 但贺清安表情却有些不自在 他说了声 一会再谈 先散会吧 众人陆陆续续散去 我跟他回了办公室文件被他摔在桌上 看起来他的表情有点愤怒 谁教你这么做生意的 有什么不好的 我凑近他 我可以为贺家挣很多很多的钱 我一分都不要 全部当做我给你的财力好不好 他闭了闭眼睛 烦躁地扯了扯自己的领带 贺家不缺钱 你知不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你的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就是在遍地树敌 他厌恶别人说自己最爱的弟弟是疯狗 那是他捧在手心里长大的 我更加用力地收紧了手臂 垂头将脸埋进了他的颈窝 我明明只是想故意绊绊可怜 但一开口 浓烈的悲伤气息却再也克制不住 我好想你 别推开我 求你了 贺清安将在原地任由我抱着他 半嗓才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他应该怎么办呢 宠爱我已经成了他二十多年来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而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 我因为我不是贺清安的亲生弟弟而庆幸过 但看到夏之洲的时候我又觉得十分嫉妒 他是贺清安的亲弟弟 他体内流着和贺清安最为相似的血 他们血脉相连 就连长相都有三分相似 如果不是阴差阳错 应该是他得到贺清安的所有 贺清安的宠爱贺清安的迁就 我敏纯看着他 没有一丝纠战却巢的愧疚 反而心里的度火浓浓燃烧 而他只是有点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 先生 请问我还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我微微一笑 当然 可以告诉我你的下班时间吗 他惊讶了半聊 脸色忽然有些微红小声说道 六点半 好 我等你 笑着摸过他的发 一缕发丝被我藏在手心揣在了兜里 他上学比普通人晚了两年 所以今年才刚刚大四 他的性格有些软看起来是个很温柔的人 和贺清安一脉相承 我开始想是不是基因决定性格这样的事情真的存在 我还要占用他的位置一段时间 所以我应该给他一些补偿 熟了一点以后他皱着眉头抱怨 说自己是在咖啡店兼职 有的时候上夜班就没办法赶回宿舍 很麻烦 我想了想给了他一套公寓 以后来这住吧 他一愣眼神落在我给的地址上 密码是1019 贺清安的生日 这个举动过于暧昧引人狭想 我没有想要找什么借口 误会就误会吧 这种误会反而更有利于我这段时间 还要占用他身份的补偿 他伸手接过这个地址 敏纯笑着跟我说谢谢 那眼神特别亮我心间微微有些触动 因为他真的很像单纯版的贺清安 第一类检测结果出来了 我没找错人 手机上传来夏之舟的消息 他说 我下厨做了晚饭你要不要来吃一点 这样邀约的信息我不是看不懂 所以我感觉有些事情应该加快一点进度 我不能一直以这样暧昧的感觉养着夏之舟 补偿夏之舟 我想了想打了个电话给四赵 帮我找个人开车撞我 有点分寸的 也真被我撞死了 四赵那边本来在喝酒 听我的话立刻酒醒了 你有病啊 嗯 相思病 不得不说四赵还是很靠谱的 很快就安排到位了 我打电话给贺清安前两个他都挂掉了 最后一个才接起来 我有点难过他以前不会挂我电话的 哥 我喝多了 哥哥 我听到那边一声热命的看息 一指 我给自己快速灌了两杯酒 四赵抱着一个漂亮的小模特打量我的动作忽然开口问 你该不会是想撞死你哥独吞家产吧 我看着他觉得这种想法还是太过于保守了 我带着酒一爬上我哥的副驾 看着他俯身过来帮我系好安全带 立刻在他脸颊上偷偷亲了一下 他仿佛触电般躲开拍了拍我的脸 老实点 嗯 路上红灯很多 我觉得老天都在偏爱我 让我可以跟贺清安多待一会 看着那专注的侧脸内心的情感汹涌着流出 哥 我好喜欢你 他抿着唇听完我的话表情有点变了 别再说这种话 你不喜欢我吗 你是我弟弟 你不喜欢我吗 我说了你是我弟弟 那你不喜欢我吗 我他妈 他的话声戛然而止 对面转车道猛然冲出一辆车 刺眼的白光映入眼帘让人眼眶生疼 直直地朝我们撞来 电光火石之间贺清安没有经过任何思考 电相又打死方向盘 这样对面的车撞过来会撞向主驾驶的车门 而副驾驶不会有事 我心里已经伸手抢过反向盘 立刻朝左边回死 那辆车撞上了副驾驶的侧面车灯 一声巨响传来头被拿里狠狠地磕了一下 温热地血液了出来 贺清安焦急的脸在我面前 心疼地颤抖着手足无措地捧着我的脸 我眯着眼睛看他 好疼 哥哥 吓死我了 别怕 别怕 救护车马上就会来的 哥哥在这 我在这 对面的车里哆嗦着下来一个人走到车旁边 对不起啊对不起 踩错油门了 贺清安的脸色沉得让人心颤 我头一次看到他露出这样恨不得立刻弄死对方的表情 引得我心狂跳不止 他下了车一把甩上车门扯住那人的衣领 如果我弟弟有什么事情 我他妈弄死你 他向来是个情绪稳定极有涵养的人 可他每一次的动怒都是为了我 我满足地闭上了眼睛 我因为脑震荡住了院 一觉醒来我哥不在我身边 我委屈地打电话给我哥 为什么不陪着我 医生说你没有大爱 好好休息吧 为什么不陪着我 他的身陷疲倦不堪 够了 贺洛欣 你用这种方法装可怜有点太幼稚了 我是你哥以前是 以后也是 收回那些越界的心思 我当然知道这样的小把戏很快会被他看穿 我也无所谓 晚上偷偷跑出了医院去了我哥市中心的公寓 他还没有回来 我知道家门密码但也没有开门进去 只是蹲在墙角等他 极尽可能地扮演着可怜的小狗 贺清安回来的时候一眼便看到了我 他皱起了眉头 你刚受了伤还在乱跑什么 我跟着他进了乌年在他身后 我很想你 你生我的气了吗 他垂着也没说话 我拉过他的手 他没敢大幅度地挣扎怕我头痛 因为我喜欢你 还是因为我安排这场车祸让你担心 你不该这么幼稚 可目的达到了不是吗 哥 每个人都是有本能的 本能的规避风险 本能的趋利逐害 那是潜藏在人的潜意识里的东西 贺清安眸光动了动 他心里有点慌 几乎已经猜到了我接下来要说些什么 或者方向盘的人 在遇到危险的第一刻一定会向左打死 让自己最大可能的不正面 面对撞击一次保护自己 这是每个司机的本能 可为什么你却在第一时间选择了相反的方向 你在保护我 或者换句话说 你违背了自己的本能 在爱我 他紧紧闭上了眼睛 别说了 我放开了他的手改为拥抱他的姿势 顽固执拗绝不放手 哥 看清楚自己的心不好吗 他在我怀里睁开了眼 那双琥珀色的毛子泛起水雾 有一瞬的疑惑一闪而过 就已经说明了很多事情 我紧紧抱着他 我做不到 我不能把你让给任何人 哥 你要是我的 这辈子都是我一个人的 他沉默着思索思绪乱成了一团 已经理不清逻辑和线索 我终于松开了他眼神描过他的眉眼 吻便紧跟着落下 如果讨厌 你就推开我 他站在原地任由我亲吻一直到嘴唇相贴 温暖的触感让两人都颤了颤 我轻轻舔视他的嘴唇 舌尖焦急地想要寻求更多可他不给我 我不满地催促 张嘴 他眼神里一丝情绪闪过 似乎是想通了 似乎是放弃了 忽然一手扯住了我的衣领 火热地吻就落了下来 霸道地反客为主 舌尖勾着我的舌尖 情欲轻而易举就被他唤醒 我的心跳快得像打鼓这样激烈的 全身热血沸腾的难以控制的感觉 只有贺清安能给我 只有我最爱的哥哥能给我 我的手下一时摸上他的腰腹 钻进了他的衣服里 爱不是手的妈撒一路向下 极不可耐地去解他的皮带 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吻着我的唇分开些许 爷 你伤还没好 意思是 我伤好了就可以吗 他的眼神盯着我的脸 挣脱了道德的枷锁和束缚 成熟的哥哥染上了和我一样的疯狂 所有纠结都消失不见 显得格外落落大方 当然 毕竟你是我的最爱 我伤好了以后也从家里搬了出来 爸妈已经习惯了我从小就年哥哥白搬手说 去吧去吧 你这个做哥哥的好好照顾小星啊 贺清安点点头 我妈看着忙上忙下收拾的保姆 少有的感慨 你俩感情好 我看了也开心 不像你张伯父家里那两个 整天闹着分家产 我笑嘻嘻地揽住贺清安的肩膀 我跟我哥不会的 我最喜欢我哥了 贺清安被我揽着有些勉强地笑了笑 一直到上了车他都有些沉默 我伸手按上挡板阻绝司机的视线 怎么了 他揉了揉眉心 这样真的好吗 以后 爸妈知道了怎么办 我心中一冷 你可别想反悔 他看着我无奈地笑了笑揉了一把我的头 我没说要反悔 就是 爸妈就我们两个儿子 我没什么负担 但我知道贺清安是真的对父母很愧疚 情绪一直很低落 我有些不舒服 但随即一想 这么难受也要跟我在一起 哥哥真爱我 那点不舒服就立刻烟消云散了 不开心的话 就做点能开心的事情吧 什么 他瞳孔突然皱缩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压低了声音说 也闹 赵叔还在前面呢 我顺势跪在了他面前 你别发出声音就行 他伸手抓住了我的头发 眼里泛出炼炼的色泽 给你一点奖励 别忘记你答应过我什么 他忽然弯了弯唇脚 抬手拨弄了一下 我的舌头像调情一样 辽元的火熊熊燃烧起来 我喜欢我哥 但我哥不知道 我会偷偷摸摸地从他的衣柜里拿隐私衣物 然后再干一些坏事 然而就在知道我不是贺家的亲生孩子以后 我第一件事就是端着一杯泡腾水去了我哥房间 他全然不知地喝下 解下两颗衬衫扣子 我房间空调是不是坏了 怎么这么热 我蹲在他身前 解开他的酷炼 不是空调坏了 是要笑发作了 亲爱的哥哥 我哥对我根本都不需要引用 他只要站在那里就能让我发狂 他总是颤着腿将我踹下床说 不行了 真跟不上你们年轻人的体力了 我每次都保证 以后我会克制的 今晚还是跟我睡好不好 求你了 我自己睡会做噩梦 然后他就会心软地又将我放进屋里 伸手将我抱进怀里 手一下一下地拍着我的背 像小时候那样 他的怀抱是我最安心的地方 我眷恋又贪婪地汲取着他的温暖 在他昏昏欲睡的时候突然问他 哥 要是我不是你的弟弟 你的弟弟 是另外一个人 你也会对他这么好吗 贺清安太困了 困得他无法思考 脑海里只听到弟弟来 弟弟去的几个字 对弟弟好是应该的 我听了他的回答忽然有些迟疑 我真的要把夏之洲带到他面前吗 夏之洲会不会得到他对我这样的爱 我搂紧了他的腰 思绪有些乱 吉星的总裁已经跟我聊过很多次了 他对我这样一直往下压点的行为不是很满意 但是又没有什么资本跟我谈判 双方有点僵持 我也不太在意 那快递对我来说是锦上添花的肥肉 我有钱去做新的规划和开发 对吉星来说是压在手里急于变现的资产 该急的是他们不是我 但是很反常的陈思今天来了我的公司 跟我说 按照最初那板合同走怎么样 贺总 我手中的钢笔漫不经心递给着桌面 想起来今天早上贺清安走得太急 都没亲我一口 今晚可以用这个理由假装生气 然后顺理成章地把他绑起来 恐怕不太行 陈思里的礼衣服 脸上带着志在必得的笑容 我听说贺总前段时间去了几次基因检测机构 按照最初那板合同来签 贺总也一定是占便宜的 不如我们来得两全其美的方法 你买下我们手里这块地我也永远保密 让贺总永远当贺家的二少爷 我微微眯起了眼睛 熟悉我的人会知道 这是我感到不耐烦的表现 我白白手说 等我考虑几天 陈思点头 他似乎觉得我一定会答应 毕竟贺家二少爷这个名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天之骄子的地位用之不尽的财富 谁会想放手 我将头发撸到脑后 想到的只有贺清安 他可以有自己的亲生弟弟也可以对他好 但他一定一定要最爱我 他可能会爱下之舟超过爱我这件事 是我唯一感到恐慌的事情 是时候让贺清安知道真相了 我对他说 你生日那天 我送你一份礼物 他正背对着我穿衣服 听我说完微微侧身看向我 什么 那腰腹紧视的没有一丝坠肉 细瘦的仿佛我一只手就能握住 我喉结滑动了一下 一份礼会喜欢的礼物 至少这份礼物可以让他的心理负担卸下 我知道他一直以为我们是亲兄弟 一直觉得我俩这样的状态过于贝德 所以心理压力很大 我站起来抱住他吻他的脸颊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你不顾一切 谢你违背了世界来爱我 我提前给夏之舟准备了衣服 直着下巴跟他说 参加我哥哥的生日宴 我会让他俩见个面 然后 在之后 告诉贺清安这才是他亲弟弟 让他选择怎么去认回夏之舟 夏之舟看着面前昂贵的高定 眼神里闪着银银星火 他看着我温柔的神态 竟然跟贺清安有些相似 一路上下之舟都有点紧张 柔顺的发垂在脸侧 他小声问我 你怎么跟你家人介绍我 我在心里想 那不是我的家人 那应该是你的家人 我不确定地说 朋友 他嗡了一声静静看着我的侧脸 没在说话 我知道我对他的补偿 让他有点误会了 我给了他一辆车 在大学生眼里算是价格不菲了 也帮他完成了大四的实习 他说他想开一家咖啡店 我就给钱让他自己去开一家店 我有听到过一次店里 他的朋友跟他讨论 说我是不是在追求他 他愣了愣然后嗡了一声 可是他还没表白 那你主动点啊 纯种富二代啊 长得还帅对你还好 别错过了 他红着脸说顺其自然 我将他带到了宴会现场 一群人围上来跟我打招呼 我怕放他一个人旁边他会尴尬 就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有人问起 小少爷 这是你朋友啊 他没接触过这样的场面 一时有点紧张 下意识地抓着我的胳膊 我嗡了一声 跟一群人打过招呼以后 抬眼才看到 站在二楼栏杆处的贺青安 他正垂眸看着我眼神少有的冷淡 不带笑意的时候 那张脸只带了疏离的金柜 看不出丝毫温柔 我知道他可能是误会了 心里虽然对我哥 这样吃素的样子喜欢的不得了 但到底还是不太忍心 在他生日这天惹得他太不高兴 我带着夏之洲上了楼 将他介绍给贺青安 这是我哥哥 也是今天的寿星 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 在夏之洲面前说出 这是我哥哥这句话了 有点感慨 夏之洲露出一个 有点腼腆的笑容来 哥哥你好 贺青安的眼神并不带笑意 他看得出来这个人 有那么一两分像自己 刚才两个人亲密玩手的样子 就在他眼前 这是我朋友 夏之洲 你好啊 我看着今天穿着 深蓝色断面西装打着领结 黑色西裤包裹着 修长双腿的贺青安 觉得他可口极了 忍不住说 哥 你今天好帅 他却垂眸扫了我一眼 就静止下了楼 明显不想理我的样子 对待别人笑的春风拂面 对我没有一点好脸 夏之洲看着我俩的情况 小心翼翼地问 你们关系不好吗 不 我们关系最好了 我哥最爱的就是我了 明白了吗 我知道他现在听不懂我的隐喻 但总有一天 他会懂我为什么说出这句话 宴会散场 我让赵叔送夏之洲回家 他眼神看向了 我少有的主动提要求 你不送我吗 啊 我刚喝酒了 他嗡了一声转身上车 却又在最后一秒 回过了身来忽然伸手抱住了我 我被他抱得一愣刚想推开他 就听到他好听的声音 有些羞怯地响起 你能让我来参加你哥哥的生日宴 我很开心 不是我哥哥 是你的哥哥呀 我心里有点愧疚 所以任由他抱了两秒 没有推开他 只是拍了拍他的后背 好了 回去吧 他上了车摇下车窗笑着跟我说 咖啡店开业了你什么时候来 我亲自给你做咖啡 好 我回过头看向别墅里 却看到二楼的落地窗前 贺清安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们 眸光幽深 情绪纷飞 我回了房间 还没走到贺清安身边 已经被他酒杯里的红酒泼了一脸 暗红色的酒渍稀嘻沥沥地从我的脸庞往下躺 顺着我的衬衫一路下滑 我艰难地睁了睁眼睛 看向贺清安染了怒意的脸 这就是你送我的礼物 不是的 我 我上前一步想去抱他 被他一把推开 他越推我我就越固执地想抱住他 拉着肩他抬手就甩了我一巴掌 一声脆响 房间里忽然静得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见 我俩都愣住了 他从没打过我 就连我给他下药那次 他都没舍得对我动手 可见真的是气狠了 他下意识抬的手想赶紧摸摸我的脸 问我疼不疼 却又生生忍住 那个拥抱刺痛了他的眼睛 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有过这样暴力的时刻 哥 我开口唤他 眼泪毫无征兆就落了下来 贺清安也有些无语 跟人搂搂抱抱抱的人又不是我 你还有脸哭 他还在生气选择了沉默不语 我的心里一阵恐慌 会吗 哥哥 回答我 最终他会抱住了我 会 可如果你背叛我 我就再也不要你了 我的心中生起一阵狂喜 我疯狂地吻他 想将他浑身上下沾满我的气息 在那扇落地窗前 见证了贺清安的吃醋和我难以克制的爱欲 他的身体压在冰冷的玻璃上皱着眉头 像是欢愉像是痛苦 我咬着他的耳间小声嘻叹 哥 我爱你 我好爱你 我永远不会背叛你 别不要我 你是我的 他失神地被我抱起 整个人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 看着水晶灯 似的眼里泛起泪意 让他介意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 他用阴雅的嗓音开口问道 所以 夏之洲究竟是谁